真的是贼心改摆 高雄一名记性窃贼 日前在古山区的巷弄 撬开了机车置物箱 偷走2600元现金 随后石隋之位 过几天又来犯案 只是车主也不是省油的灯 一发现嫌犯再度现身 立刻追了出去 最后警民合力围捕 而嫌犯被拦下时 一度拾口否认犯案 直到被车主大声喝斥标骂 才乖乖承认遭到一送法办 凌晨两点多 这名蓝衣贯妾 悄悄走进巷弄内 锁定机车置物箱就要投窃 但一举一动早被车主盯上 车主先打电话报警 接着冲下楼 眼看嫌犯已逃逸 也骑车追上去 随后警民合力围捕 被害车主告本被飙骂 因为嫌犯还在装傻 远警赶紧上前安抚 眼看妾贼依旧失控否认犯案 车主再度爆气 车主会那么气 因为嫌犯曾经偷窃得蠢 如今又来犯案 原来记性嫌犯上个月28号凌晨 先到古山区巷弄内 撬开机车置物箱 偷走2600元现金 随后食髓之位 1号凌晨他再度前来 只是车主也不是省油的灯 亦发现嫌犯现身 立刻报警活歹 车主早有准备 窃嫌这次空手而回 全案一切到罪 还送法办 事后清查 嫌犯因为缺钱花用 才趁细行窃 本以为神不知鬼不觉 却晚晚没想到 被车主活歹 这回没偷到钱 还遭高分被飙骂 狼狈落网 这一心该拜 记得高雄众报导